百香果 夏天是吃水果的季节,特别是营养丰富的百香果,无花果,其实咱自己在家也能种出来,结的果子甜丝丝还等啥,赶紧看看方法吧。 百香果的种子,真的能种出来。 夏天的百香果,酸酸甜甜最好吃了,把果肉挖出来加点蜂蜜,兑水冲开,就是自制的鲜果饮料,听说还能美白呢。 香甜的百香果,自己在家就能种,只需要买一个百香果或者一杯百香果饮料,用里面的种子就能种出一颗盆栽,开花结果都可以。 一,吃百香果时,留下黑色的种子,泡在清水里,放阴凉处等待出芽,有白色的小芽就可以换土里种了,这一步嫌麻烦可以省略。 二,准备一些干净的土,带有椰丝的营养土,腐叶土,原土都行,先浇湿,然后把百香果种子塞土里,不需要埋太深,不能晒太阳,土面干了喷湿就行,三至七天出芽。 三,等百香果长出第三片叶子后,可以适当晒晒太阳,中午不能曝晒,盆土干了及时浇水,不然小苗很快就会被晒干。 四,苗长到8至12厘米高时,可以分株,把小苗分别单独栽种,用沙土或者营养土,原土都行,盆布宜太大,太深,不然小苗带不活。 百香果在华南地区,冬季在零下5度以上的,可以得栽,不会冻死。 如果冬季低温在零下5度以下的,还是盆栽更合适。冬季可以把盆搬进室内。 五,百香果喜阳,夏天是生长期,小苗要多晒太阳,每月加一次肥,积粪或者尿素水里加两至三粒就行,或者撒点缓室肥放盆面,浇水的时候就能渗透。 六,现在播种的百香果,要明年才能开花,结果,北方养的百香果,来年三月份搬到露天的位置养,开花后能自然受粉,夏天高温时也有可能会结果,但肯定没有南方的顺利。 七,南方的栽的百香果可以不用管,如果遇到干旱的天气,适当浇水就够了。 百香果5至6月份开花,7至1时月份结果,北方如果肥力跟得上,夏天也可以结出一些。 八,养百香果要防鸟,果子定型后可以套五仿布袋来保护,等果皮变红说明成熟,自家种的百香果,甜味更足,连吃几个也不会酸。 五仿布袋来保护,等果皮变红说明成熟,连吃几个也不会酸,连吃几个也不会酸。 五仿布袋来保护,等果皮变红说明成熟,连吃几个也不会酸,连吃几个也不会酸,连吃几个也不会酸。